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我又準備去搭船 上集和大家游覽了 引奇之道的島前 包括芝夫村 海士丁和西芝島 現在準備出發去搭船 引奇之道四面滑海 所以海產特別豐富 尤其是貝雷海產 這裏的居民說 東京賣600英一隻響羅 在這裏的海邊可以隨處掘來吃 所以在這裏可以吃到 很多又便宜又新鮮的海� 而這裏還是日本少數 全年都可以捕獲到蟹和魷魚的地方 所以剛剛到島口之後 我就去了吃蟹芳蟹 引奇松葉蟹 這裏還是日本少數 全年都可以捕獲到蟹和魷魚的地方 所以剛剛到島口之後 我就去了吃蟹芳蟹 引奇松葉蟹 刺身 這裏是蟹芳蟹 這裏是蟹蟹 主角就是這個 任食蟹腳 還有蟹身 很吸引 所以這個 自己燒 還有沙布沙布 這款引奇松葉蟹 不是全年都捕獲到 只有冬季才吃到 所以我不客氣了 いただきます 蟹身蟹腳 真的可以無限refill 兩小時放題價錢 都只是4,100日圓年稅 好抵食呀 最後他還會幫你準備一煲蟹粥 雖然很飽 但也覺得很幸福呀 大家也可以看到 引奇之道 可以看到很多聳立的旗石 很巨大的圓崖 和小島分離的海景 所以這裏絕對是 日本寶貴的自然環境 和文化遺產 越了解引奇之道 就等於越了解地球 怎樣才可以更加了解引奇之道 就要來到碼頭附近的引奇自然館 好看 原來日本是有三個地方可以看到鬥牛的 這個隱奇之島裡面的島後就是其中一個地方 我真的從來沒看過鬥牛的 不知道是怎樣 票價是1500元一個人 大約15分鐘 現在就開始了 坐下 日本的鬥牛不同西班牙式的鬥牛 不是牛鬥士和牛之間的戰鬥 是牛與牛之間類似雙撲的鬥爭 所以在日本被稱為牛雙撲 而隱奇牛雙撲的歷史還非常悠久 是一個長達八百年的日本古老傳統文化 來到隱奇之島也可以過來看看 島後有很多有名的神社 其中一個就是玉若聰明神社 它是隱奇之島全部神社的總社 每年都會舉辦人和馬奔跑進神殿的祭神儀式 神社裡面還有一棵超大的八百岑 樹齡推測大約有2000年 我怕有多大呢 你看MIRROR的身高就知道 很小 對 超小 超大的一棵樹 大家不要只顧著拍一棵樹 不記得進神社 這個神社也有一個很漂亮的柱連繩 接下來我們又去神社 這個是水藥草神社 這個是島後的第一個神社 而它也是供奉島後級別最高神靈的神社 剛剛就參拜完 希望它會保佑我 好 好 好 不知道是怎樣呢 大吉 太扯了 太扯了 現在我就去一個可以聽得上是一個秘境的景點 聽到這麼清脆的瀑布聲就知道已經來到彈鏡之音 即是彈鏡瀑布 這個這麼美的天然美景在河流的侵蝕作用下 形成了一個被望物植物覆蓋和懸崖環繞的大空洞 很棒啊 看這條瀑布是由天下跌下來的 不過相機拍得不太清楚 我們上高一點看看 這條瀑布的瀑布也稱為勝利之水 當有雙泊或鬥牛賽事的時候 相關工作人員就會過來這裡許願 祈求得到勝利 這個地方真是超美超夢幻 完全不想走 不過不走就看不到日落了 好 今天最後一個景點 我們來到由屋前之洲看日落 前天在西芝島裡 有一個很美的日落勝地 可惜那天有很多雲 看不到日落 但今天… 先走了 但今天雲走了 看看 隱奇之道的河場這麼豐富 當然每晚都要吃海鮮 昨天吃完蟹方提 今餐就吃鮑魚 超豐富啊 首先有燒鮑魚 但不止有燒鮑魚 還有刺身鮑魚 不止有刺身鮑魚 還有沙布沙布鮑魚 好 那我半熟一下 哇塞 那我拿走了 吃吃吃 快吃快吃 說不出事 什麼反應 請問是什麼反應 是否好吃是聖片 是嗎? 那麼生還是這個好吃? 我覺得因為吃完生菜之後 你會覺得可以吃點熱的 然後這個時候吃一片 就很棒了 很棒 好 到我了 好 五下 好吃 試試看 你覺得怎樣撿的 我覺得不可以 好 這個好像鮮味是最出的 好吃 今天是最後一天了 我們要離開這個隱期之道 剛剛臨走之前 就去吃我們最後一頓 就是吃這個天當 有很豐富 很大的天當 裡面有蝦 有魷魚 還有很多蔬菜 都只是850日圓 超值得吃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已經上了船 準備回七淚港 現在只要搭三個小時左右的船程 這個旅程真是很棒 看了很多未見過的天然秘境 都吃了超多超多 超新鮮 超值得吃的海鮮 我希望你看完這兩集影片 至少記得日本 是有一個很漂亮的島嶼 叫做隱期之島 好 那我們下個旅程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